第五十八屆 戲曲節目男主角獎 得獎的是 薛士林 台灣犯罪故事出軌 不得父親疼愛 又嫉妒弟弟的長子 在火車出軌案中 背負著難以承受的真相 完美呈現林學慶 內心的掙扎與矛盾 人前的冷血與人後的哭海 巨大的反差 更令角色立體鮮明 再次掌聲鼓勵 好棒喔 走這邊你不要跟我一樣走錯了 來 好棒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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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余路上支持我的家人還有朋友 謝謝 辛苦了評審們 謝謝觀眾 謝謝我親愛團隊 謝謝作品 我很幸運 再次謝謝大家 我會繼續努力 謝謝 剛剛太言簡意該了 你緩和一下你的情緒 有什麼話想說 第三座了耶 對大家說一下 沒有啦 第三座了 你兩年前拿到戲劇的影帝 還有迷你劇集的南北角做工的人 生生世世 然後台灣犯罪故事出軌 第三座 拿太多 沒有 我 今天真的 完全沒有想到 然後其實老實說 前面還開始還有一點心情不好 對 因為 我覺得這次入圍的作品 台灣犯罪故事 然後我們入圍了十二項 然後前面 共沽 所以說我自己還開始偷偷的有點 沮喪 有一點 低潮的感覺 對 然後 所以 對不起 對 我覺得我 就真的是 在台上講的那樣 然後我覺得我很幸運 然後 一日上可以遇到這麼多 給我機會 不管是幫助我的人 或是團隊 或是單位 然後還有包含 所有的記者媒體朋友們 還有觀眾朋友 然後連攝影大哥都很愛跟我做人生攻擊 沒有我真的很開心 對就是我 我 我 我真的覺得自己太幸運 然後我真的沒有 什麼要多說的 我會繼續努力 然後 跟大家一起 然後 我們做戲的人會提供更好的作品 然後繼續服務大家 然後大家一起繼續變得更好 然後一起進步 差不多啦 對 好 恭喜薛世玲